五年前 何信海卸下汽车公司总经理的身份 回到故乡 扛起锄头 打造他的梦想天堂 采荷庄生活休闲农场 因为喜爱莲花的娟秀 爱莲成吃的何信海 在园内种植了多种的莲花 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里 体验莲花的风芽 除了美丽的莲花之外 何信海还将广大的莲花池 打造成一个天然的生物欺利 希望吸引昆虫和动植物 来到这里生存繁衍 让民众拥有一个 亲近大自然的空间 经过了长久的努力 现在的彩鹅庄 成为了一个观赏自然生态的最佳场地 何信海每天都在这里 向来自各地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 分享彩鹅庄内昆虫 动植物的精彩故事 让访客们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 现在每天有许多人来到彩鹅庄 体验这里的生态美景 这也是何信海最初的期待 接近自然 享受生活 美丽的彩鹅庄 让你与自然更接近